现在是画面中看到遭到诈骗的77岁老公 手上提的东西站在路边在等人 随后带着鸭绳帽背着背包的男子走了过来 和老公讲了几句话之后 两人要往旁边走时 后方牛排管的一名员工冲了出来 勒出男子的脖子要将他压制在地 男子挣扎极力想挣脱 这时对面街边另一名穿短裤的男子冲了过来 帮忙压制住挣扎的男子 而这名被压制的男子是来取款的50岁振姓车手 被警方逮捕之后带回警局侦办 原来77岁的老公是参加了赖投资群组 8月27号拿了18万元的退休金 给振姓车手要投资 事后老公觉得遭诈骗了向警方报案 老公向诈骗集团说还要再投资 调出的振姓车手来取款 而埋伏要逮车手的远景 身上穿着印着牛排管 名字蓝色围裙 头发瓢染成亮色系 脚上踩着白色布鞋 乍看就像餐饮业的员工 一点都没有警察的感觉 也让车手没有防备 第一时间就被压制 而诈骗集团连77岁老人的退休老本都要骗 真的是相当可恶 东森新闻的高雄综合报道 热血炸裂 勇者无惧 中华队加油 我是蓝蓝 燃烧热血棒成文十二强争霸 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